嘿 是的我喜得啦 今天來介紹這組天空母劍龍牌族 影片開始前先說明 卡牌強度會隨著版本不同造成強度不同 純粹分享 大家看看就好 這套並不算是什麼主流牌族 強度一般的牌族 單看牌型的話就是兩種打法 養收藏家與雙頭龍為目標的牌族 最理想的COMBO是 第一回合坤式戰鬥機 二回合收藏家 三回合西服女士砍天空母劍 四回合亡靈戰士拉天空母劍回來 那我必須說 玩到現在還沒成功過這個COMBO 玩你主流牌的朋友 這套牌一堆抽卡的要素 抽別人隨機抽 讓你不知道戰局會發生啥事情 其實也挺有趣的 我們實戰出發 第一場開局我打出13號特攻 然後就隨機多一張牌 拿到一張惡鬼 爽啦 第二回合我來了月亮女孩 這時候我果斷往老路走 複製雙頭龍發展 剛被對手吐冰人 只能跳過回合 第三回合我牌還是很爛 但這時候我還是要打出 被冰人吐過的 三人的收藏家 因為要讓惡魔恐龍在第一順位 讓月女護士牌 想當然 第四回合我一定打月女 對面這個牌型看起來是動物園卡札流 那我就更不怕他了 第五回合先下一條龍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他對面Snap了 我裤當裡還有另一條龍 最後我知道動物園的上限在哪裡 於是中間再打一條龍 結束遊戲 雖然說是天空母劍 但雙頭龍還是很猛的 這一把開局卡手牌非常好 跳過回合 對手打一張太陽黑子出來 第二回合如果你的牌裡面有收藏家 一定是先打收藏家 任何外力因素部首的卡牌 都能讓收藏家加一點攻擊 接著我打出昆氏戰鬥機跟瑪莉亞 瑪莉亞這張卡可以隨機讓 異能量卡加入你的手牌 剛好可以搭配昆氏戰鬥機的效果 所以那張卡變了零能量 最後打出月亮女孩 跟剛隨機抽出的巴斯特 巴斯特我覺得很適合 目前手牌的性價比就打了 讓所有卡牌戰鬥力變3 是手牌上喔 記住這套牌能玩雙頭龍還是往雙頭龍走啊 於是我月亮女孩又洗出雙頭龍 我把第一條龍藏在黑暗圍度 又有與我巴斯特洗成戰鬥力3 又有月亮女孩與昆氏的關係 我洗出零人3攻的十四號特攻 放龍再配上小兵力打攻 對方最後出了一張手腦 但他牌面可沒有收藏家 能瘋狂收藏根部級 拿下順利 你們可能會疑惑那個天空母劍呢 我真的很抱歉 我打了好幾小時 沒有天空母劍的完整素材啊 最後就是西夫女士砍的天空母劍 讓收藏家加了3攻 我下方聊天互動會放下天空龍的直播 其實勝率還行啦 我覺得這是一套有趣的牌組 還是分享給各位了 我是希希希德 我們下次見